东亚运才刚刚结束 中华柔道队的几位选手回国之后 紧接着就要投入明天的台北国际柔道比赛 今天他们正在加紧练习 而中华队这一次在东亚运只拿到四面铜牌 成绩不太理想 选手们分析原因 认为在于求胜的心态不足 肌耐力也还不够 使出大内阁招式将对手摔倒 柔道国手林维祥正加紧脚步练习 为19号登场的台北柔道国际赛备战 由于在东亚运比赛失利 现在更要抓紧机会返回一城 日本韩国他们各方面都很好 很希望可以摔赢他们 中华柔道队在东亚运拿到四面铜牌 选手们都认为成绩并不理想 拿下女子第四级铜牌的陈嘉欣 在东亚运三战全失败 他坦诚在积极求胜的心态上 自己还得多磨脸 我就到最后一秒 就输了就输了 就不会想要再逃那种感觉 这就是心态要修改的吧 还是跟别人差很多 像技术方面啊 激励方面啊 然后战术方面 柔道的制胜关键 除了技巧 还得具备深厚的体能和肌耐力 培训国家队的韩国教练认为 和其他国家相比 台湾选手的体力和信心上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快乐比较好 快乐比较好 所以比赛 信心不够 对啊 对啊 信心不够啊 教练认为国内柔道选手的资质不差 只要加强体能训练 成长速度会相当惊人 而面对今年最后一场柔道国际赛 当然会尽全力把金牌留下来 介绍令许正俊 台北报道